大家好,我现在和朋友在贝尔格莱德的米哈伊诺大公街上吃早餐 这里是贝城最热闹的地方,这一片有很多餐厅和咖啡厅 有很多当地人一日三餐都是在这里解决的 我们住的地方离这里步行只要十分钟,非常近 这几天我们的午餐和晚餐也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吃的 这期视频并不是要分享吃饭啊 可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贝尔格莱德买房子的问题 不是我要买房子,是我的房东打算卖房子 我仔细打听了一下,所以专门做了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 不是要推荐大家买这套房子啊 只是分享一下当地的房价行情 希望有打算在贝尘买房子的朋友可以做个参考 我们住的功率就在对面的那栋大楼里面 就是那栋上面写的TQ的大楼 这是一栋比较老旧的大楼 是上世纪70年代建的 真的是有些年头了 不过这里的地段是绝对的好 是贝尔格莱德旧城的市中心 交通非常方便 离尼哈伊诺大公街不行只要十分钟 然后对面这边就是贝尘老火车站的站前广场 这个火车站很早就已经废弃了 现在改成了一个办公的地方 对面的这个广场是真的非常不错 环境非常好 中央有一个大型的雕塑 听说这里经常会举办各种活动 在旁边则是贝尘的汽车站 去往全国各地的大巴车都可以在这里坐 去剥黑的大巴也在这里坐的 所以这个地段绝对是没得说 现在带大家到我们的公寓里面去看一下吧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公寓了 这是我刚刚到的时候拍摄的视频 这是我们的客厅 有一张沙发 我的东西都放在沙发上了 这里有一个厨房的灶台 有电磁炉 有洗碗池 有一个小冰箱 旁边还有一台小电视 这边有一个餐桌 我们有的时候早餐就在这里吃 自己在超市买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柜子 放了一些杂物 换下来的衣服也可以挂在这里 我把刚洗的衣服就晾在这里 其实也可以晾到外面的阳台去 这旁边就是一个卫生间 是单纯的卫生间 只有一个马桶 浴室里面还有一个 这里还有一面大的穿衣镜 然后这里就是卧室了 这有一张床 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里居然有一个汗蒸房 可以在这里蒸桑拿 然后这边是浴室了 里面有一个马桶 这边是洗漱台和洗淋浴的地方 是干湿分离的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超大的浴缸 这时都还挺齐全的 现在我们去阳台上看看 咚咚咚咚 下面就是刚刚看到的 老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了 晚上亮灯后是真的非常漂亮 你们看 这夜景不错吧 这道公寓的租金是30美金一天 也就200人民币左右 你要说贵吧 其实也不算贵 这样的设施 30美金一天其实是挺划算的 只不过像我这样的长期待路上的背包客 一个人肯定不会选择这样价位的住宿 我一般选择的都是15美金以内的 这次真的是因为朋友来这里度假的原因 所以奢侈了一把 两个人平均下来 两个人平均下来每个人也就15美金 所以说旅途住宿真的还是两个人一起比较划算 这个房子的面积是40平方米 包括阳台 房东打算把这套公寓出售出去 价格我也问了 他打算卖12万欧元 84万人民币左右 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呢 我觉得从公寓的地段位置来讲 这个价格其实不算贵的 但是这套房子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公寓所在的大楼 是一栋老建筑 电梯都是这种十分古老的前苏联时期的 每次只能乘坐两个人 坐第三个人就会被卡住 我带大家感受一下吧 怎么样 说真的 我自己每次坐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的 这也是房东想要卖到这套房子的主要原因 因为有很多住客对这个非常不满意 经常会给他差评 所以房东也因为这个十分苦恼 我给大家分享这套房子 并不是要大家买 说实话 虽然价格和低端都不错 但是我不是很建议大家购买的 因为这套房子确实是老房子 不说电梯的问题 但就房子本身而言 以后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拆迁的问题 对我们外国人来讲 到时候肯定会非常麻烦的 所以我分享这期视频 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 如果大家以后打算在贝尔格莱德买房子的话 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行情 真的打算买的朋友 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去新城那边买 因为新城那边有很多楼盘在建设中 以后发展应该会很不错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这里看看 行 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那咱们下期见吧 Cia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